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是水煮牛肉 十一点四十要送到 十一点四十 还有四十八分五十一命 绝对准确 一秒不差 如果轿子胡同只要小心 就把汤子擦 好 轿子胡同一点五公里 表 那儿买的 姜美 辛苦了 你弄完呢 多十一点四十 你们十一点三十九分送到 掐点真准 我跟你们说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这个茶的艺术价值很高啊 陈伍子 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你来的太是时候 刚弃上那坡 五十一两呢 你快尝 五十 对 勉强说说口吧 茶水的漱口 有钱人的世界你很难理解 可普洱茶是芭蕉茶 用它漱口 会破坏口腔内的益生菌群 我漱口的时间 不会超过三十元 破坏不了多少 刚买的 没看你也看不懂 你注意安全 别考着了 豪室刚铸造 又不是塑料壳 搭配远古型外枪 令豪室表盘更突出 光泽倍增 家美 你也中意劳力士 我也中意劳力士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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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公子 你再把手伸出来呗 为什么 让我再挖赛挖赛 就为什么 看多了 也就那么回事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舒适品再贵 它也只是一个商品 并不能像艺术品一样 带给人一种 灵魂上的吸体 不过这次我站在陈公子这边 为什么 一件好的手工制品 也具有相当的艺术含量 也可以被看作艺术品 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味 好像是红烧肉 不可能 我做的红烧肉 怎么可能是糊的呢 不像是猪肉 好像是一种 灵长类都 可灵长类 普遍都是 国家二级保护肉 好像是不能吃啊 当然不能吃了 陈公子 你这是什么表情 看起来 有点诡异 是不屑 是悔恨 都是 酸爽 酸爽 嗯 酸爽 仔细一看 还真不是悔恨 而是酸爽 这样的内心感受 三两天之前 以火焰深深地体验过 现如今恍若隔世 似曾相识 燕归来 好美好吃哪 真的好 这种美 就像金表 钻石 古董一样 散发着 爆脚的悲感 兄弟 疼吗 疼 但更疼的是我的心 在家美妹面前丢脸 是我一生不可磨灭的耻辱 套套僵守 也洗不尽我灵灰上的委屈 行啦 行啦 见朱奥迪说 大夫咋是了 这伤 三级受伤 三级受伤 这假劳律师也太不靠谱了 完全忽视了消费者 对质量永恒不变的追求 你这猴子怎么还受伤了呢 这看上去啊 就好像你带了一块假的手柄 着火了 二级烧伤了一样 看上去更像三级 人哥 来 我十分钟意你妹妹好家美 可她对我好像不太感冒 那是她没福 你说你 戴着这么一大块金表 她愣看不见 我要适合你 我走从你 谢谢 那这么说你今天叫我来 是想让我跟你打探军情 做汉奸走狗 同意吗 带这么大块金表 我能不同意吗 完美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谁说首席干方人就是完美了 我是在畅想啊 在你的帮助下 还有这辆宝马二七五 我就不用自己骑电动车送完美 交流提高太多了 不出一年 我就可以再挣出辆宝马跨头的钱 很有追求 我要让她明年变四两 后年变八两 宏伟蓝图 八两夸道 基本上就可以让江城所有打工家庭的孩子 能够吃上免费午餐了 不 甚至说可以免学费 这样就基本不会再有失去儿童了 谢谢你 你上来 我自己来 要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说不定比江城首富还伟大 你现在就比他伟大了吗 好 激进推动的事 确实没好家美事 说不定他好家美事一只白莲花呢 恶意推断 我是怕你中了人家的杀猪盘 你应该装作那种比穷人还穷的穷人 就是那种负债累累的倒霉蛋 失信 黑名单都可以考虑 假如那时候 家美还可以接受你 那就可以说明 他对你是真爱